我們現在大概是把整個MRI的成像原理說的差不多 我們後來的部分是在講MRI的影像的一些特性 我們講到最後這個特性 其實我覺得擺在最後並不是最不重要 相反而來講它其實是比較重要 但是它需要說明的時間稍微長一點點 所以我們把它放到最後那邊獨立出來講 我們說MRI對不同的軟組織有很好的一個對比 有很好的一個特性 那這個所謂的T1T2或是直直密度的特性大概是怎麼來的呢 我們要來稍微解釋一下 那以往的話我們的那個MRI來講 我們通常反應的我們之前講的內容 我們接收到這個訊號的大小 大致上是反應氫原子核的數目 濃度越高的這個pixel它的intensity 就是它的鏡像量核就越大 所以它所產生的這個感應電流也會越大 所以分析頻圖的時候 你會覺得在這個地方你獲得的訊號就會比較強 它有點像是 輕原子核的在每一個地方不同的濃度這樣子 所以我們把它叫做spin density 但是除了spin density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些很重要的參數 會影響到訊號的一個分布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們在講共振的特性的時候 所使用的一個圖像 我們說經過了這個適當的b1 藉由的適當的這個激發磁場b1呢 我們可以讓這個磁矩 進磁矩呢 導到xy平面上面 因為導下來之後呢 你只要把這個b1關掉 它就可以自動的這些磁矩 就可以沿著這個b0的方向做懸近的動作 那只要有懸近的動作 你就可以接收到感應電流 所以我們以前講到這個部分嘛 後來就沒有講了 可是呢實際上 除了它會繞著b1的這個方向做懸近以外呢 它其實本身會有一些改變 不然的話我今天只要做一次激發就好了 如果它都一直這樣子做 持續的做那個懸近運動下去的話 那我只要做一次激發 那個它都一直產生訊號了 這個訊號都不會消失了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的齁 其實在做完這個激發以後 那個只是一個瞬間的一個 站態的一個結果而已 實際上隨著這些熱平衡的效應 它會傾向於恢復到原本的最初的狀態 也就是還沒有接受到激發之前的狀態 也就是回到那個Z軸的那個align的這個狀態 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它可以想像成說 它原本激發的90度 到了xy平面上面這樣子轉轉轉 它這個不會一直維持下去 它其實會慢慢再回來 回來到Z軸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在分析這個訊號 從xy平面上面 也就是我們的transverse plane 回到這個縱軸的這個部分 也就是longitudinal axis 我們這裡用這兩個形容詞 來描述這些不同的coordination 一個是transverse plane 它大概就是xy平面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是longitudinal axis 大概是我們的Z軸的部分 以水平面來說的話 transverse plane來說的話 你的訊號是一直在遞減的 因為開始會消失嘛 你要回歸到縱向軸去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它的訊號是一直在做減少的 那以垂直軸來說 longitudinal axis來說的話 它訊號其實是一直在遞增的 因為它要回到原本的 熱平衡的狀態 我們可以把它分析成這兩個部分 其中呢 這個一直在減損的部分呢 我們就把它定義成一個 T2 relaxation 這個減損的速度呢 它用一個時間常數T2 來去T2 來去定義它 那恢復的部分呢 它也用一個時間常數來定義它 我們把它叫做T1 relaxation R relaxation這個字的話呢 通常我們會翻譯成遲緩現象 那不過因為這個翻譯的名詞 不是那麼的普遍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 還是用realization來稱呼它這樣子 總之呢 它不是只有在XY平面不動 它會慢慢的回來 那這回來呢 並不是一整個淨詞曲 這樣子慢慢的尻回來 因為如果是這樣子回來的話 那其實一個方程式就解決了 事實上它在水平面的詞曲損 以及垂直面這個詞曲的增加呢 它其實是有不同的因素在影響 所以它其實比較偏向於獨立進行的 因此呢 這兩個T1和T2 這兩個時間常數 它們彼此會有一點點相依性 就有一點點相關性 但是並不是絕對的相等 所以我們不能用單一的這個常數 來描述這整個realization的一個現象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那個transverse plane的部分呢 我們說它是一個exponential decay的方程式 它隨著時間呢 其實是用指數衰減的方式 自然指數衰減的方式呢 來那個訊號這樣子一直快速的消失 所以這個訊號其實你在接收的時候 如果不及時的話 其實你的訊號可能就不見了 一般來講人體組織的T2來說的話 大概是在100個minisecond左右 OK 這個我剛剛講的T2呢 是一個時間常數 用來表示訊號消耗的這個速度 那時間常數那到底是從哪個式子來的呢 就是從右下角這個exponential decay的式子 我想這個式子大家應該也不莫生才是 它是一個蠻簡單的指數消減 當你這個T2越大的時候 消減的速度越慢 T2越短的時候 消減的速度越快 那roughly來說 當你的時間小寫的T 經過一個T2的時候 它大概消減的比例大約是 只剩下原本的37%左右 exponential-1嘛 exponential大概是2點多 exponential-1大概是37%左右 那如果經過兩個T2的時候 然後大概你的訊號會消減到 大概是90%左右 我是講大約而已 實際上各位可以去按一下計算機 就可以知道詳細的數字 經過三個T2的時候 它大概會減損到原本的5%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如果你沒有在幾百個minisecond 也就是在1秒鐘之內 或是0.5秒鐘之內收訊號的話 其實你訊號已經不見了 它就已經消耗完了 所以在MRI裡面 收訊號速度其實還要快一點 不然的話訊號會不見的 它不是一直停留在那邊不變 那這邊的話呢 各位可以看到有兩條曲線 一條黃色一條紅色 它代表的是兩個不同T2的組織 黃色這個訊號消減速度快 紅色這個訊號消減速度慢 請問一下哪一個T2比較小 這兩個是不同的組織 每一個組織有它特殊的這個T2 來描述它的 來去定義它的一個衰減的 就是我們的遲緩的一個現象 組織環境不同的時候 T2其實也會不一樣 所以它是一個組織的特性參數 那請問一下黃色和紅色這兩條曲線 哪一條曲線的T2比較短 我們不賣關子 時間不多 答案是黃色 因為它衰減速度是比較快的 所以它到三倍的T2的時候 它只剩下5% 這段時間其實是比較短 OK 好 橫向的看完 我們來看一下縱向的部分 縱向的部分的話 相對橫向是削減 縱向其實是比較像是恢復 因為它會慢慢恢復到熱平衡的狀態 所以各位看到的曲線都是慢慢的漲上去的 然後逼近於原本的熱平衡的那個值 也就是原本最初在做訊號激發之前的這個熱平衡狀態的磁矩 近磁矩的向量盒 OK 那這個相對於剛剛是Exponential Decay 這個是Exponential Recovery 它的公式可以用右下角這個方式來去描述 各位可以看到T等於0的時候 小T等於0的時候 就是剛開始激發完的時候 Exponential那個Term就會變成 Exponential的0 也就是1 對不對 1減掉1就變成0 所以Metization也就是縱向詞曲的強度就會回0 OK 所以剛激發完的時候 因為這裡假設的是一個90度的激發 所以在縱向的部分是完全沒有分量的 它會是0 隨著時間的經過之後呢 它就會慢慢的漲回來 OK 一開始漲的比較快 後來漲的比較慢 但是Roughly大概經過三個T1的時候 它會恢復到95%的水準 那以一般的組織來說的話 T1的分布可能會Range會比較大一點點 比較短的 人體裡面比較短的T1可能是五六百 五六百個minisecond 比較長一點的話呢 可能甚至可以到4000個minisecond 到5000個minisecond T1永遠會大於等於T2 OK 漲回來的速度 永遠會比你消耗的速度還要再慢一點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那這邊一樣 我們列出了兩個不一樣的組織 一個是黃色線 一個是紅色線 一樣的問題 請問一下哪一個T1比較短 當然是那一個漲的比較快的T1比較短 對不對 所以變化比較迅速的那一個T1會是比較短的 因此黃色這條線的T1是比較短的 紅色線是比較長一點點的 OK 所以各位就可以看到 其實呢 T1和T2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對比 因為我們發現 同樣是軟組織 它的T1和T2其實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差異 這些不同的差異造成了訊號在恢復的過程當中 有的跑的快有的跑的慢 那換句話說呢 我只要選擇適當的時間去做取樣的話 我就可以得到不錯的對比 比如說以這個例子來說呢 我如果今天激發完了以後 過比較久的時間再度激發的話 我給它充裕的時間恢復 雖然訊號好像都會比較強 但是它的差異並不大 反之呢 如果我今天選擇一個比較適當的時間 雖然它的訊號並沒有恢復到原本的熱平衡的狀態 可是呢 不同組織之間的差異其實是比較大的 甚至在更短的時候它的差異會越大 比如說我如果時間取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黃色的訊號 甚至有可能是紅色的兩倍 對不對 所以這個差異就變得很大嘛 對比被拉出來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就會有比較好的一個不同組織之間的對比 那時間久一點點的話呢 它雖然還是有差 但是可能差不多 可能只差了百分之十 剛剛是差了百分之百 現在是差了百分之十 所以在這個地方可能就會有一些trade off 你可以根據你想要辨識的這些不同的組織 來去選取適當的掃描參數 也就是什麼時候來做取樣的動作 OK 如此一來呢 你就可以獲得比較適當的一個組織對比 OK 到這邊可以 好 所以呢 一樣的腦袋 這邊是同一個人的同一個位置的 腦部影像的MRI的圖 我們可以根據這個訊號的參數的這個選取 來去獲得不同的這個影像對比 比如說最左邊這張影像呢 就是盡量不去顯示T1T2的差別 而去彰顯出Proton Density的差異 PT代表的就是Proton Density 直指的濃度 好 PT呢 其實是Proton Density的一個檢顯 OK 它反映的是氫原子核 在人體裡面的密度 然後各位可以看到這三張影像後面都有一個Wi Wi指的是Wighted Image 也就是說它是怎麼樣子權重的影像 好 什麼樣子權重的影像反映的是這張影像裡面的訊號大小 訊號的對比 呈現的是Proton Density所造成的差異 或者是T1 relaxation所造成的差異 或者是T2 relaxation所造成的差異 OK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一樣的腦袋 各位可以看到 我今天只要選取的參數不一樣 反映出不同的對比 其實我看到Information是不一樣的 不過不管怎麼樣 各位可以看到 即便各位不是醫學的專科書生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一個人的腦袋在這邊可能有點奇怪 這邊有點奇怪 因為正常的腦袋應該是左右對稱的 那這邊其實是有點併造 所以我們從這個T2 Wighted Image裡面 獲得了很好的一個辨識 OK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今天 這個人到底哪裡出過問題 分佈的範圍是怎麼樣子 嚴重的程度是怎麼樣子的 或者是說這很有可能是 怎麼樣子的病理的變化所造成的結果 這都是我們可以藉由MRI的影像去做推斷的事情 那剛剛看的是腦組織 我們說過的其他的這些軟組織也可以看得出來 比如說像韌帶 我們常常舉的這個例子 因為王建民手斷掉 那個韌帶出問題的時候 他其實去造MRI 不是去造那個CT 也不是去造X-ray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可以在MRI裡面看到這個韌帶的狀況 比如說這個就是一個22歲的棒球選手 他的手軸的地方去造的影像 所以這個是軸關節 各位可以看到這是軸關節 這是正常人的軸關節 這個是那個棒球選手的軸關節 很明顯的呢 這個是T1影像 這個是T2影像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跟這邊有很明顯的不同 這個地方除了韌帶的地方亮起來以外 其實外面的地方也亮起來了 因為這個選手他可能在韌帶的地方產生了一些撕裂傷 所以他可能需要做Tommy John Surgery 就是我們常聽到的TJ的一個手術 TJ手術是什麼呢? 就是把你身體上不要用到的韌帶切下來 然後去填補這個地方的受損的結構 OK 所以Suppose如果今天比較常在看棒球的人 可能會聽說過這個術語 這樣子 那不管是其他運動也是一樣 所以常常在運動上面你受到傷害 如果不是骨頭的傷害 而是韌帶啊 肌腱這種發炎之類的 或者是像軟骨這邊的破損的話 其實我們都還蠻仰賴MRI 來給我們做一些更深入的一個辨識 好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來製造出一些不同的對比 比如說MRI自己也有顯影劑 不過他顯影劑跟剛剛的那個 之前我們講的 比如說超音波的顯影劑 或者是電腦斷層掃描的顯影劑 其實都不太一樣 他的那個功能不太一樣 他主要是利用一些 具有順時性的一些重心屬離子 來局部的擾亂 那些組織部分的一個磁場 造成T1會非常短 T1的話就是我們剛剛說到那個T1 Realization Time T1 Realization Time 簡短的意思代表就是他訊號恢復非常的迅速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這個地方來觀察 是哪個地方有顯影劑流過 哪些地方是沒有的 或者是說呢我們今天基本上我們收到的訊號 都是氫原子核的訊號 我們可以利用這些氫原子核的訊號的特性 然後來做一些進一步的成像 比如說來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一般來講我們看的氫原子核是來自於水分子上面的氫原子核 因為這個數量是最大的 但是問題除了水上面的氫原子核 人體裡面還有其他的組織其實是具有氫原子核的 比如說脂肪 脂肪其實是一個中性的分子 它其實是長碳鏈的結構 碳上面都會有氫 所以它其實是有很多氫原子核的 不過我們可以利用氫原子核 跟不同元素來做見解的時候所顯示出來的一些差異 這些差異其實就是共振頻率上的差異 可以用來分析今天我收到的這個影像的訊號 到底是來自於水還是來自於脂肪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著名的這個脂肪與水的這個影像 如果你脂肪和水混在一起 我忘記介紹這個是肚子的影像 那因為在那個內臟的部分 我們通常周邊都會有一些脂肪來去保護它 所以你看到這個旁邊亮亮的地方都是脂肪 那皮下組織這個地方亮亮的也都是脂肪 不過這個這麼亮的脂肪 常常會妨礙我們對於影像的判讀 因為如果脂肪的組織跟正常組織 或者是病造疊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就很難看出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希望能夠把脂肪給抑制掉 來獲得純粹水的訊號 這張就是只有水的訊號 所以只有來自於肌肉裡面的水 還有那個器官裡面的水 下面這個就是一個脂肪 純粹脂肪的訊號 因為就是剪把把它剪掉而已 所以換句話說 其實你也可以利用MRI0 這樣來計算你的體脂肪的比例 只不過通常沒有人這麼做 因為這個成本太高了 除此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水分子的一個擴散現象 反正我們現在看的是水分子的訊號 對不對 所以水分子在不同的組織裡面 它的擴散的程度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這裡講的擴散現象其實就是那個很有名的一個科學家叫虎克 在顯微鏡底下看到那個花粉在動的那個運動 Diffusion OK 那不同的組織環境裡面的話呢 水分子能夠動的程度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三號其實可以分辨出來的 各位還記得我們一開始在講細胞的那個變身裡的時候 所以我們說如果今天細胞死亡的話 它的離子通道的那些那個會失效嘛 主動運輸會失效嘛對不對 主動運輸失效以後造成滲透壓的改變 所以你的細胞其實第一件事情它會脹死 OK 因為水分子會一直跑進來 所以它到最後會脹死 這樣子的話其實會可以顯示出擴散特性的差異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東西來早期檢視 到底你的細胞到底有沒有死亡的一個現象 像比如說這個影像裡面 一般的影像其實看不出來有什麼不一樣 但是其實從我們所謂的Diffusion Widget Imaging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邊其實有跟周邊細胞有很大的差異 原因是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在中風了幾個小時後所造的影像 所以那邊其實細胞已經死掉了 只是在外觀上面結構上面其實還沒有顯著上的差異 但是在功能上已經就是已經fail掉了這樣子 那甚至今天流動的清原子額跟沒有流動的 跟沒有運動的清原子核 我們也可以想辦法用一些方式把它分開來 像這張就是血流的影像 大腦血流影像 所以一樣剛剛如果你的血管有阻塞或出血的話 從這些影像是可以判讀的出來的 那甚至現在有一個研究是用來觀察 大腦在不同區域在活躍的時候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訊號的一個改變 這主要跟我們的腦血流 局部的腦血流量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可以去判斷你的 到底是哪一個部分的皮質去在運作等等的 不過這個都已經非常的 advanced 所以你可以聽得出來我帶的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MRI其實還是有很多的不一樣的發展 那當然這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在做的是MRI 所以我會比較了解它的一些細部的一些進展 那可是這其實也並不代表說 因為不是說老王賣瓜 我今天在做MRI我就會一直努力促銷MRI 不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醫學影像的機制 它都有它自己有利的地方 不管是從我們一開始介紹的S-Ray 或是到CT 或者是到超音波 或者是這些合一 它們都有自己的特點 從過去幾堂課的描述裡面 各位應該都知道它們所代表的 背後所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它們扮演的角色其實是不同的 OK 所以與其說不同的這些image modality 在做競爭 其實在臨床上面 它們的角色比較不像是競爭 來互相競爭它們的這個重要性 而是它們其實是處在一個配合的角色上面 因為對於人來說 對於病患來說 我們最終希望的都是能夠康復 能夠有正確的診斷 以及適當的治療 所以 true outcome 就是最後最終的結果 其實都是希望這個病情可以受到控制 或者是可以受到適當的這個檢測 OK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們需要的是不同的醫學影像 來提供各自適當的訊息 那我們的臨床人員 才能夠透過這些不同的資訊 來去做出一個最適當的一個診斷 或者是治療 OK 所以它們其實是處在一個互相配合 互相搭配的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當然只是在實際運作上面的時候 我們還必須要更進一步的去考慮到成本的問題 因為成本是有限的 每一台機器的時間是有限的 那你能夠購買的機器的數量也都是有限的 包含操作的人也都是有限的狀況之下 你要怎麼樣去分配這些資系的資源 來去給所有需要的這些民眾 OK 所以這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實際上去臨床單位 你到底接受到的是什麼樣子的醫學影像 其實都是很多種不同考慮之後的結果 所以雖然MRI好像很厲害 但是問題它的設備非常的昂貴 維護非常的困難 所以一般來講 都只有在比較大的醫院才會有 那甚至呢 他們通常會保留在給那些比較需要的病人身上 所以如果今天你只是一個很輕微的一些症狀的話 你可能是沒有機會用到MRI 這就是為什麼各位在有生之前 很有可能你這輩子都不會碰到MRI的原因之一 OK 好 講那麼多 各位覺得哪一種最好 其實我剛剛已經透漏一些答案了 來 我們這邊看了很多種 我先問一下各位 你看到這些影像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這是由哪一個影像機制所獲得的圖像嗎 如果可以的話 那代表其實你對我們這幾個禮拜所講的內容 其實已經有一定的認識了 如果不行的話 拜託一下期末考前趕快加油一下 我們下禮拜要考試了 來 這兩張的話應該是X-ray的嘛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是也是一樣X-ray的血管噪音 然後這個是CT的 然後是 PAT OK 這個是MRI的 OK 這個是SPECT OK 這個是Altrasound OK 每一種影像其實它都提供了不同的資訊 OK 它的資訊都會跟它的成像原理有關係 所以我想這個是在整個醫學影像 所以我想這個是在整個醫學影像 了解它的過程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你知道它的不同的訊號到底提供的原因 它的差異所在在什麼地方 這也是我們這幾個禮拜裡面 所要講述的一個重點之一 OK 所以每個Case 每個Modelty 每種醫學影像 其實它都有它自己獨特之處 所以其實我們都需要 互相配合所長 來達到最佳的一個結果 那現在來說的話 我們剛好提到醫療成本 因為現在來說的話 其實成本最低的相較起來 成本最低的大概就是X光 跟超音波 所以這兩個其實被使用到的機率是最大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可能才是那個電腦斷生掃描 然後才是MRI這樣子 OK 所以這跟你可以接觸到的這些醫學影像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那甚至在這幾年 如果各位日後有機會的話 可以注意一下一些 跟健保相關的這些資訊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的健保學一直在電說 我們的那個這些高價的醫學影像 好像摳的數目越來越多 所以其實健保在這方面的給付 其實是越來越沉重的 那各位知道我們健保局 其實是處在一個快要破產的一個狀態 對不對 所以他們當然都會對這個部分的那個 監督會特別的謹慎 不過從醫療的方面來看的話呢 我要為什麼 為什麼現在的這些醫生想要 就是想要需要這麼多的醫學影像 來幫助他做診斷呢 一方面是能夠增加正確性 二方面是現在其實醫療糾紛層次不同 OK 為了不要被告 所以我寧願多做一個做保險 反正我今天這些影像的這些 所有的檢查我都做了 我是根據這些檢查才做出這樣子的結論 OK所以儘管有錯那也不是我的問題 是現在科技技術的瓶頸的問題了 所以這其實也跟我們這些 醫療糾紛也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 背後其實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 如果有興趣各位可以去 follow這些information 好那最後想要給各位的訊息 就是我們這個學習講了很多不同的 醫學工程的這些技術 但是請各位記得就是說 其實這些技術本身到最後 都是要跟醫學結合在一起的 OK所以我們其實是有了這些 醫學的需求之後 才會去發展這些技術 OK那如果說這些技術的發展 脫離了原本的需求的話 那可能它在應用上面 就沒有辦法那麼的貼近我們現在 臨床的需求了 OK 所以這個給如果各位日後 真的對醫學工程 或是聲音工程有興趣的同學的話呢 就是給各位的一些message這樣子 好那我們這學期的課程大概到這個地方